我們看這題目 求點P做法是21 經下列進色變換後 所得對稱點之作標 那第一小題 我們是對直線X加Y等於0做進色 那第一小題我們寫在這裡 在這裡呢X加Y等於0 我們可以寫成是Y是等於-X 那這時候X 它的係數是-1 那-1呢我們就可以寫成是 這是tangent 這是135度 那這時候我們取θ呢是135度 那麼2θ就是270度 所以呢我們寫一下 這近色變換的這矩增 這是cos270度 然後這是sin270度 然後這是sin270度 然後這是-cos270度 那cos270度呢是0 sin270度呢是-1 所以這裡我們會寫下 這是0-1 然後這是-1-0 因此在這裡我們用 這是0-1-1-0 這近色變換的矩增 那麼去操作P點的坐標 這是2-1 所以呢我們會得到 這裡呢是0乘以2加-1乘以1 這是-1 那麼這裡是-1乘以2加上0乘以1 這是-2 因此呢我們就算出 這P點 經對直線x加y等於0做近色 所得到的對稱點 坐標為 這是-1-2 這個答案 所以呢這裡我們回答 第一小題 這答案是-1-2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對直線4x-3y等於0做近色 那麼在這裡呢我們將4x-3y等於0 解釋4 這y是等於3分之4乘以x 那麼這時候我們就取 這tgθ是等於3分之4 那θ我們取 這是銳角 這大於0度 小於90度 所以呢我們去做 這個圖 滿足這tgθ是3分之4的這條件 因此呢這時候我們說 這sinθ是5分之4 cosθ是5分之3 我們會得到 我們會得到 這sinθ 這等於 這是5分之4 然後呢 cosθ 這等於5分之3 所以 這時候 我們利用 二倍角公式 sin2θ是等於2乘以sinθ 乘以cosθ 是5分之4 那麼這是2乘以5分之4 乘以5分之3 我們可以算出 這是25分之4 然後呢 cos的2倍角公式 我們使用這cos2θ 是等於2乘以cosθ的平方 去減1 所以呢 cosθ我們以5分之3代入 那經過計算 我們算出 這是負的 這是25分之7 所以呢 在這裡我們可以寫下 近色變換的矩陣 這是cos2θ 然後這裡是sin2θ 然後這是sin2θ 然後這裡是負cos2θ 那麼我們代入得到 這是 這是負25分之7 然後這裡是25分之24 這裡是25分之24 然後這裡負的得證 這裡是25分之7 我們得到這矩陣 所以這時候 批領座標是21 那我們經過這變換 我們寫這負25分之7 25分之24 然後這25分之24 然後這裡是25分之7 這矩陣去乘以 這是21 所以呢我們經過 這矩陣的乘法 我們算出 這裡呢 是5分之2 然後這裡我們算出 這是5分之11 我們得到 這個值 因此呢 在這裡我們就算出 我們 批點 對直線 4x-3y等於0 做近射 那所得 對稱點 之座標為 這是 5分之2 5分之11 這個答案 因此 這裏我們回答 第二小題答案為 5分之2 5分之11 這個答案 我們算出了 1分之1 2分之1 就算出了 1分之1